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20年的时候其实是以导师的身份来到最后唱的节目当中的 今年算是回归到选手的一个身份来到这个比赛当中 自己心态上有什么样子的转变 没什么 这些称谓都是你们给的 我这是来完成我自己该完成的 来比赛会怕输吗 输到不怕 我怕的是大概大家不敢选我 或者是大家都想选我 你觉得倾向于那种 我觉得大家都想选我吧 为什么 都想把我拉下来 就现在这圈子 就所谓的我资源好或者怎么样 就试试就试不上 我来告诉你是有原因的 你现在已知的名单当中 或者是说外界传的 那些猜测的名单当中 你觉得有谁不足以来到这个舞台的 不能这么说吧 你就给我挖坑 我觉得我不足以来 那有开玩笑 心里的孩子是 我还要比啊 你是厌烦比赛这个事情本身 还是说就是不想比跟他们比 当然是不想跟他们比 就是怎么看那些男团女团的乱 能吃上这碗饭呢 我觉得都是有自己的独大的见解 我觉得命好也算了 我也没有 那老天倦贵你帮你帮你把这门打开了 给了一碗饭吃 你这碗饭你能不能吃 这个还得看着自己 所以我说觉得你这样都来到这儿 那肯定是有你的原因的 无论是人气也好 或者说是你的作品的数量质量也好 或者是你这个人的人物性格特点也好 你肯定是有你的 你觉得从17年开始 到现在自己心态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以前就老了 人家别人在我身上老是问这个问题 你还在对抗全世界吗 我觉得这种对抗跟17年那个时候 一无所有穿着草鞋到处走的那只对抗 不一样 我要做个生活的强者 我的作品好 我的生活好 我的家庭关系味道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味道 我并不是一个一味着 一味着抱着愤怒 要去对抗全世界 然后把所有的不满都是给抗 以前不是说想当窦维吗 但我觉得窦维老师离我太远了 我长大之后我真的觉得 对了我现在就想能躲着干 好 好 好